其实首先要第一个做的是准备工作 就是要垂直 第一就是你得感受自己的身体重量 你的颈椎垂直线 要完全站立在你的主力腿的脚掌上 因为你是用脚掌旋转 然后在旋转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特别在意的是 把腹部核心这个地方收进去 尽量往你的后背颈椎上靠 就做旋转的时候往后靠 这样子你的垂直线会相对比较稳 对吧 然后呢做旋转还有一个就是要留头甩头 就你的眼睛要盯着一个 你们家里找一个深色的 比如说红色啊 或者是绿色啊 比较显眼的颜色放在正前方 你盯着它 然后呢你转的时候身体先走 头盯着它 其他的地方都不要看 从开头到结束只盯着这一个地方 留头甩头 慢慢转慢慢练 然后呢等你的这个脑平衡 然后你的这个旋转的身体的收紧的程度啊 慢慢适应以后你可以尝试转两圈三圈 这个你转的时候你自己会感受到 总结的话呢 旋转就是一定要收紧垂直 OK 像那个一块钱的硬币一样 要非常的垂直 OK 绝对不可以弯 那么如果你的转的过程中间 有往前后啊左右这种 倒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转的时候 相等的那一边的重心太重了 比如说你往左转 你的右手打得特别用力 那有可能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 都会往左边偏 会倾斜 所以发力的点还是很重要